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层是2D转3D 为VR产品 第二层是增加社交属性 第三我们开展常态化的VR直播 吸引更多的新动物 促进行业的活跃 我们今天到VR大会来 提供的这一套技术和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套实时成像的系统 这套实时成像的系统 即时时抠像 时时追踪和时时渲染为一身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引擎 把我们的数字虚拟场景 置入到我们现在的拍摄空间当中 它的第二个最主要的作用是 我们可以把虚拟角色和我们在表演当中的真实角色进行互动 这次我们准备了多平台 包括移动设备 还有虚拟现实剧场 我们分两种 第一就是我们利用三维技术 将紫禁绳进行了一个复原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不同的视角 我们进行一个身灵其境的体验 然后另外一部分我们就是移动终端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不光来到展区 通过互联网的这种优势 也可以让大家体会到古宫的优秀传统文化 江西发现了这个VR产业的这个风口 5G到来就是视频的天下 我联想可以从前台到后台到边缘到云 各种场景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 我联想可以从前台到复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